哈喽同学们大家好 欢迎来到小翻课堂 这节课呢 咱们要一起学习写作文 同学们在写作文的时候 有没有一个想法 就是说 感觉我这作文怎么写得不漂亮呢 有这种想法吗 有 就觉得我这字怎么就不漂亮 不好看 然后那个不够高扬上呢 一读人家的范文 哎呀这诗句拽的 怎么人家的作文就写得那么好看 好听啊 那其实在于作文的语言上 所以咱这节课呢 就好好教教大家 怎么呀能把这个作文写出花 咱们的这个语言啊 如何能写得美 四个字叫 你有比一生花 让大家每个人的作文 都有语言的魅力 其实你看呀 咱们这作文你就读完故事 然后知道你这个结构 那也就是基本就那样了 主要决胜还是在语言 语言呢 就像人的这个长相 你给人的第一印象 是好看还是不好看 这个可决定了 这乐队老师给你的作文 打多少分 那既然语言这么重要哈 我们来看一下 从这个备考实际上来看 语言训练 意见成效 也就是说 如果平时咱们加紧训练 来把自己的作文语言 给提上来的话 那么他在考试当中 得分是立竿见影的 可能你 诶 写一段好文章 诶 你这个在考试 然后就得个 多得个三到五分 没什么问题 那我们看第一个 就是由这个中考读文 它的一个构成特征来看 大概来讲 每位老师看你的作文啊 两到三分钟 我这是往多说了 一般多少啊 中考 约卷 三秒一篇 就一分钟以内 直接就解决你一篇文章 那我问同学 我让你看一个人 就看一分钟以内 你先看哪啊 脸 当然先看脸了 对不对 所以作文的语言 就是咱们作文的脸面 必须把它弄 漂亮 那第二 精彩的语言 它是一个亮点 也是中考得分的一个重点 那么第三 经过训练 其实同学们是可以将自己的语言 给提高一个档次的 咱们今天就要做这种训练 而且我会告诉同学们 你通过哪些方法 自己平时也能训练自己的语言表达能力 啊 那我们再看 从月转的实际来看 语言是最直接的一个部分 我们先来看两个事例 你读完这个语段 是什么感觉啊 聊聊自己的感觉 来小心 让我们读一下这两段 事例一 要知道离子的滋味 就要亲口尝一尝 要认识明著 就必须亲自读一读 悬亮光色柔和的台灯 掀开世界文学的经验 徜徉在江江节节 陶醉于字字行行 迎送时 齿夹身香 眼镇处潸然泪下 留恋忘情之间 不知东方济百 你看人这句子写的 如果我现在拿出一根作文 是这个开头 再拿出你的作文说 我特别喜爱读书 书里面有无尽的知识的海洋 我就喜欢遨游在这知识的海洋 你觉得玉璇老师 会对哪个人比较好 当然是视力了 当然是这个 对不对 你看人家上来先说 要知道离子的滋味 要亲口尝一尝 那么它其实运用的是 诗经当中的这个起心的手法 就我先 我想说的是什么 读书对不对 对 但我先不说读书的事 我上来先说 你要亲口尝 那么书要亲自读 由吃东西引到读书 这样的方法就很妙 然后后面又创设了一个行径 说什么 悬亮光色柔和的台灯 马上就有了画面感 仿佛在你的家 那个小书桌那 还是一片昏暗呢 然后一拧 台灯亮了 开始灯下阅读 那跟灯有关的读书的成语 你知道哪个 灯下慢笔 灯下慢笔 那不是成语啊 我知道的最奇葩的一个成语 叫令人喷饭 我看到这个成语我都慌了 我想这种成语还能不能收到字典里 我给大家写一个 你可以记下来 跟这一段的整个风格特别搭 如果你能用到你的作文当中 那肯定也是加分了啊 如果哪个同学能用成语写一件作文 我就佩服佩服 五体投机啊 青灯黄卷 也写作黄卷青灯 他就是古代读书人特别刻苦 这样的样子 就相当于咱们这个 悬亮光色柔和的台灯 掀开世界文学的经典 黄卷就是读的那个书 你看以前那纸黄色的对吧 青灯就是点的那个油灯 青灯黄卷 黄卷青灯 就是什么 灯下苦读 这个意思 那还有比如说冯高计轨 就灯烧完了 还得继续烧 这些都是跟灯有关的 同学说老师我不知道灯的 我就知道一个凿臂偷光 借用隔壁的灯 还有一个难言应血 对吧 就是那把萤火虫也包起来 然后在血历里面看 这都是一些成语故事 好 那你看翻开了经典之后 徜徉在张张节节 你看这人家的碟字 人不说徜徉在书的海洋了 书的海洋已经过时了 同学们千万别再用了 现在都用徜徉在张张节节 陶醉于字字行行 你注意这个碟字的使用 银颂时 齿颊生香 眼眷处 山然蕾下 银颂时 齿颊是什么 牙和脸 眼眷处 山然蕾下 你看人家这词用的 你要就一个 长阳带读书的海洋 马上你的卷子也淹没在 考生的海洋当中了 一点创意都没有 这就是好的文字带给我们的一种触动 就像一美女站在你跟前 让你赏心掠目一样 好 那么这一段聪明的同学 你怎么样啊 别总跟我说 老师我不会写 我真的写不出那么好的文字 你不会写你背呀 你背下来了 考试的时候用上就是你的了 你放心 你月卷老师肯定不是我 要是我批 我看这一段我很熟悉 你的月卷老师估计没看过我的课 是吧 别跟你的有个老师推荐 上想法老师课堂 明白吧 我不教他 教了他 你们的作文就有危险了 好 这一段应该被 也应该整理到自己的作文 作才本上 好了 一段不够啊 再来看下一段 势力二 青鹰交替以行文流水 已从他的指尖飘出 时而如巨马 在茫茫草原奔驰 时而如青泉 在悠悠山剑间流淌 时而又如雨后的彩虹 折射出太阳的绚丽 时而又如清脆的松柏 敞开他宽阔的胸怀 秦深悠扬 绵长 在礼堂里飘荡 人们秉身尽弃 完全沉浸在 美妙的乐曲之中 注意啊 这个地方应该是行云流水 高山流水 行云流水 行文流水 就跟整个的段落不搭了 你们的讲义上是正确的啊 看自己讲义 因为他说的是乐曲 对不对 那这一段上了 你最直观的感受是 他有一个什么特点 博裕 用什么修辞了 博裕 刚才小金说了一个博裕 同学们知道什么叫博裕吗 哎呀妈 哎呀妈 写错了 写在这儿吧 博裕什么意思啊 就好多的比喻 对 博裕的意思是 我只有一个本体 但是有好多欲体 就像克隆一样 我只有一个圆形 然后刻出好几个 明白吧 那么这里的 说音乐声 时而如骏马奔驰 时而如清泉在流淌 时而如雨后彩虹 时而又如清脆松柏 他是不是比作了四种东西 是 都是说乐曲的 对吧 他不是说 把乐曲比作骏马 然后再把人比作什么 再把什么比作什么 他都是乐曲 时而如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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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白吧 这叫博裕 那同时这几个博裕 又构成了一种什么修辞 排比 排比 所以同学们 以后在写作文 写排比句的时候 你不一定非得 写好几个东西 你有可能 就是一个本体 然后我把它 比喻成四个东西 直接博裕 再排比 这是新款 这已经是 不是那过时的了 老师过时的 一个成语叫什么 又不知道了 昨日黄花 小静刚才说了一个 昨日黄花 注意了 这是成语使用当中 一个经常的错误 明日黄花 对 来同学们 把这个词记上 你说在小温哥堂 你多学了多少成语 啊 同学们看啊 一想说过时 那你就想着昨天的事了 不对 明日黄花 它的意思是过时 明白吧 为什么呢 因为它 是过去时的 第二天 这个明日 它翻译成第二天 下一天 next day 是这个意思 明白吧 它这个 就是正当时的时候 是过去时的这一点 那么这个日 是指哪一天呢 重阳节 重阳节的这一天 花开是最好的 然后它的第二天 花马上就要掉线 是这个意思 明白了吧 所以是说明日黄花 黄花是什么花 枝花 对 就是说是重阳节第二天 花就不太好了 所以明日黄花 指的是过时 千万别说昨日黄花了 啊 那就不是小饭交出来的了 把这个成语 记在你自己的想意旁边 明日黄花 表示东西已经过时了 也表示就是女人的青春 已经逝去了 啊 人老猪黄啊 啊 那通过两个示例 咱们看出来了 我们在写作文的时候 如果这个语言不美 就会让人 味同嚼辣 让人觉得 一点看头都没有 那除了背诵这些立文之外 每天背诵小翻新语 我们课堂当中 其实展示的这个作文段落 非常有限 那无限的素材在哪啊 每天的小翻新语都会给你推送好的作文段落 你如果真能坚持每天读每天背的话 我想一个学期呢 你积累的这个好语好语好语就太多了哈 那下面我们再看一看 如何让咱们的作文 尿鼻生花呢 小翻秘籍来帮你 我今天要讲的第一条秘籍都记住了啊 出去我就不说了 也不说第二遍了 第一条秘籍叫 将平面的内容展现为立体式和具体式 都买过贺卡吗 买过 最便宜的贺卡就只有一页 啪一翻开 没了 最贵的贺卡能给它折成什么样 城堡 啪你打开里面什么都有啊 对不对 一座城堡是不是就起来了 老人今天要教你的第一招就是这样啊 咱不能把作文再写成平面的贺卡了 那已经是明日黄花了 咱们今天要把它弄得立体 我们看第一个句子 诚信可以反映出一个人对待金钱的态度 这不废话吗 对吧 诚信可以反映出一个人对待金钱的态度 这句话虽然有道理 但我觉得它不够丰富 不够立体 我怎么让它立体呢 来 诚信是一轮金赤朗药的元月 唯有与高处的皎洁对视 才能沉淀出对待生命的真实态度 好 那你看 我首先是把诚信比过了什么 月亮 月亮 你看我用的词啊 转不转 金赤朗药 然后同学说 老师这是什么词 以前上班没听过 从今天开始你就听过了 形容元月的金赤朗药 就是你经常说的 皎洁的月光 圆圆的明月 白白的月亮啊 这些已经过时了 啊 pass away 啊 不是不是 pass away是去世了 对不起 过时了 就已经走过了 好 那么金赤朗药的元月 你看这词一用 郁志老师都没见过 啊 肯定会觉得 这个同学好厉害哦 那么再看 那先把它比作明月 然后让它与高处的皎洁对视 又形成了一个女人 然后沉淀出对待生命的真实态度 或者对待金钱的真实态度 那这就告诉我们 如果我想让一个句子变得立体变得具体 我完全就可以用比喻的修辞 对不对 我先把它比作一个东西 然后让它上升到一定高度 然后我再总结出来 再看第二个 诚信可以使生命更加充实 那你怎么怎么比喻 能让诚信让生命更加充实呢 诚信是一个豹子 吃了 生命就充实了 生命就饱了 来 我们来看一下 诚信是一枚民众的砝码 放上它 生命摇摆固定 天平立即文物的气象一端 好 同学们看 第一个句子强调的是 你整个的态度是人生观 所以它要高 所以我把诚信比作的是 金翅朗尿的明月 它是不是得吊起来呀 对 对吧 高高在上面 明镜高悬 这种感觉 那下边它说的是 声音的重量 它要充实 要踏实 鼻屁成包子 是挺具体的 但是有点不够高扬上 那你想 什么东西它的重量很重要啊 啥嘛 啥嘛 对不对 而且我们又提到了一个天平 我们经常说金钱和诚信 它就是天平的两端 你重哪个哪个就下去 对不对 所以把这个诚信比作砝码 然后在生命的天平上 让它摇摆 第三句 诚信可以使生命回归本色 诶 可以使生命回归本色 我给大家猜一个小秘语吧 卸妆打一个成语 卸妆 这是中国成语大会我们的一道题 然后我们在练习的时候 就大家彼此猜 卸妆 不正回归本色吗 回归本色不是一个成语 嗯 接下答案了 想起来没 洗净千华 对了 化妆品里边都是千呀 真的 好多千 卸妆 就是洗净千华 因为它这里说了 回归本色嘛 我也想到了 那再来一个 跟同学们分享一下 这都是在成语大会练出来的 化妆 打一个成语 化妆其实可以打两个成语 第一个叫 浓妆液抹 啥的可以算吗 判若两人 判若两人 还有一个叫 浓妆液抹 因为你有妆啊 就我们不能 露体面字的 是经 原来是经句当中的 一个词 后来已经做贬义了 上台做官 粉末登场 最开始是这个 唱剂的人化好妆 然后来到舞台上 现在说你化好妆了 其实演示了你自己的本色 演示了你自己本来的面目 然后上场做官 就是这个粉末登场 其实它是有贬义的 这是我们平时训练的题 卸妆就是洗净千华 化妆就是判若两人 然后那个粉末登场 就这样三个成语 同学们可以 写在旁边啊 其实成语真的挺好玩的 我们训练的时候 就用两个字 猜一个成语 大家可以在那个 看电视的时候 看到小高老师的表现 我有一期特别觉得就是 我说了一个护士 然后对方就猜出了一个白衣苍狗 因为护士是那个白衣天使嘛 好 那么这里啊 说成语可以使生命回归本色 我们看用什么 比喻 成语是高山之间的水 能够洗净浮华 洗净躁动 洗净虚诈 留下起悟心灵的妙体 好 既然是让生命回归本色 也就是说诚信 它是可以 泄这些浮躁的东西 泄这些污泥浊水 所以咱们把它比喻成 高山之巅的水 它能够洗净浮华 或者你说洗净浮华 已经啊 它可以卸妆 然后洗净躁动 洗净虚诈 然后起悟心灵的妙体 同学们说老师 我这开头总用这个牌理 然后老师也说我用的不好 如果我用这个牌比 诚信可以反映一个人 对金钱的态度 诚信可以使生命更加充实 诚信可以使生命回归本色 虽然是牌比 你觉得有意思吗 没有 没有意思 非常的扁平 不够立体 不够具体 对不对 那如果我把这三个句子放上呢 你这两个牌比 就不在一个数量级上比了 人家就一类文开始比了 你就只是二类文 三类文开始比了 懂吧 这就是语言的魅力 看懂了这三个比喻 比喻成圆月 比喻成砝码 比喻成水 好 那我们再看一条 生活是什么 生活就是人们对所处的环境的喜怒哀乐的处事态度 这其实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怎么说算是一个道理吧 对吧 定义 它是算一个定义 那我们看如果用其他修词把它包装一下怎么样 生活是镜子 你哭他也哭 你笑他也笑 生活是美酒 会喝的说他甜 不会喝的说他苦 生活是一首诗 有一样顿挫 也有平平作作 生活是一首歌 有低沉忧伤 也有激昂欢乐 好 我们立体怎么具体呢 就是你要说他像什么 然后带入情境 你哭他哭 你笑他笑 然后美酒 会喝的 不会喝的 酒有别长 这又是一个成语 就是有的会喝 有的不会喝 好 那么又像一首诗 又像一首歌 这个就是让它丰富起来了 我们再看 第三 幼稚的童年时代早已远去 天真的少年时代也快结束了 当我临近中考的时候 我猛然发现 我已经走向成年了 其实这段话 一般同学 如果用在你的作文当中 有的老师还会觉得 你用的不错 是吧 可是在咱们小三课堂 咱们学霸云集的地方 这样的文字 就显得不够上当次了 我们来看一看 上当次的应该怎么说 咬着奶嘴傻笑的幼年 早已被收尽妈妈的记忆 在这红领镜欢畅 让我们荡起双奖的日子 也已成了相册里 发黄的照片 当我领到高级中学 考试的准考证时 我猛然发现 自己已到了 领身份证的年龄 嗯 你看一下 你读上边和下边 两段文字的时候 你读哪个觉得够有意思 蓝色的字 蓝色的字 老师刚才用了一个有意思 咱们学生师的口号 是学习有意思 讲课有意思 听课也有意思 干什么都有意思 对吧 来就意思意思 哎你这么干就没意思了 什么意思啊 请问我刚才说的意思 是什么意思 来 有意思是什么意思 我自己都让你 有意思是什么意思了 同学们看啊 经常我们会说 你的作用要有文采 那你同学说 老师我真没背过那么多的 什么诗词歌赋 真写不出来 那一串一串的比喻 一串一串的排比 一串一串的引用 但你看这个 它其实没有太多的比喻 没有太多的引用 但你会觉得读起来有意思 这是我们写作文的另外一个方向 要不你就是高端大戏上档子 引用各种诗词歌赋 要不你就把语言写得有意思 有味道 这就是我们说的怎么去具体化 我们看 它的第一句是说 幼稚的童年时代早已远去 就是一个非常叙述性的句子 那这里边我们需要给它补充的是什么呢 你的幼年时代 它有什么样的特征 幼年 乳秀未干 毛头小子 对吧 那它的特征 你看它用一个非常极端的例子 叫什么 咬着奶嘴傻笑 咬着奶嘴傻乐呢 你看它用生活当中一个表示 幼年的非常具有特征性的例子 用它来形容幼年 然后早已远去 我们又把它换了一下 变成什么 收尽妈妈的记忆 被收尽妈妈的记忆 因为人的幼年时期是主要依赖母亲 对吧 那么这个时候 咱们又是用生活当中的一个特征 或者说生活当中一个具体的例子 给它换了 也就是说你在写作文的时候 如果你提到一个年代 提到一个时代 你要抓住这个时代当中 很有特征 有象征性的一些具体的例子 具体的情态 这样会让你的作文显得非常有意思 让人一看 就是有真情实感 不是那种干巴巴的话 那我们再看下边 说这个天真的少年时代 少年时代他选了一个什么样的特征 什么样的例子 带着红领巾 欢畅让我们当起双奖 少年时代最重要的 咱们在小学一个例子 就是带红领巾 这个点抓得非常准确 你有不带红领巾的吗 我听到过一个笑话 说这个 老师让同学们回家要钱 然后买红领巾嘛 这王自健呢 就拿这个钱去买了零食的 来第二天坐在教室里 所有的同学都带了红领巾 老师就问王自健 你怎么不带红领巾呢 你是不是要把钱花了 王自健说 老师我不带那个红领巾嘛 是有原因的 老师说 你知不知道红领巾 是少年队员的标志 你知不知道红领巾 是用烈士的鲜血染成的 然后王自健来了一句 老师呢我不带 我不就是为了让烈士 少流点血嘛 然后老师说 那这孩子这个想法还挺对 保护烈士 那你知道吗 这个烈士的血都已经是流过的了 你不买的话 你不买红领巾 这烈士的血不就白流了吗 也非得让小孩买红领巾 这是我们少年时代 一个标志性的特征 还有一个什么 用了一首歌曲 让我们荡起双枪 反正我那个少年时代是经常唱 同学们现在都不知道唱什么 唱小时代了吧都 好 那一个歌曲听觉的 一个我们少年的一个标志性的东西 红领巾 它也结束了 那它用了什么 成了相册里发黄的照片 好 一件事定格成照片 放在发黄的这个相册里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结束的方式 相册里发黄的照片 它全都用生活当中最具体的例子 把这个句子给丰富了 再看 那临近中考的时候 中考都会给你发一个什么呀 准考证 准考证 所以你以后再说 当我要中考的时候 你别这么直接说 你要更加具体化一点 当我要拿到那一张 通向高级中学的准考证的时候 也就说白了 咱不好好说话 明白吗 非得绕 然后我们再看 猛然发现我已经走向成年 那成年会有一个什么标志 能领什么证呢 身份证 身份证 你发现 幼年 他用叼着奶嘴 傻乐 青少年 他用一个红领巾 和让我们当机双脚 到了中考 他用一张准考证 到了成年 他用一张身份证 四个小物件 四个生活当中最具体 最有特征的 最有时代标志性的 来用到他的作文当中 感觉是不是有意思多了 是 所以你会发现这个语言 你稍微给它变动一下 它的味道就完全不一样 那这一段 可能我们所有人写作文的时候 都会用到 你回忆以前 展望未来 所以这一段应该怎么样 背 我以后应该拿着大戳 哪一段好 啪一扣 背 是不是这意思 就像那个墙上那拆字一样 人间不拆 我们这一段是人间就拆 是吧 哪一段间 我们哪段拆 这段背下来 以后自己 再写这种 哪个时代过去的 什么 我的童年已经逝去了 别写童年逝去了 都改成咬着哪一顿傻笑的童年 已经被收尽妈妈的记忆了 懂了没有 好